女性郭彩杰2021年曾被拍到跟音乐人伊德尔传恋情 两人一起从住处出门一路上甜蜜搂腰牵手 甚至还惊爆已婚 但两人始终没有对外承认 当时还有网友爆料 陈郭彩杰的现任老公 是我前相亲对象 职工他私生活混乱 吸毒等等 还经常以工作为由乱骚扰女性 不过当时伊德尔曾发表声明澄清 强调关于吸毒滥胶等不实指控 都会交由律师处理 没想到昨天郭彩杰竟然结婚了关键字 突然登上微博热搜 许多网友都表示不知情也相当惊讶 认为男方太多黑历史 批郭彩杰恋爱恼 但也有粉丝支持 欢迎是自己的祝他幸福